你知不知道 其实你的大脚脸 双下巴 甚至下巴后缩 都是你的舌头导致的 别杠 你叫我看你现在的舌头 是不是正顶着你的眉芽 我刚当博主那会儿 也是又大又歪 塞方则突然脸外面来了 上京连我妈都不认识我 妹子啊 我把全网所有的症状罩成 都湿了个遍 脸部自己没手 还越来越宽了 上一周 我把一号线做穿了 跑去药科大学整整八次 终于预约上了骨骼专家 张大教授的门诊 才终于弄明白 我们舌头的力量 还有平时摆放的位置 其实跟我们的脸型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脸啊 不是天生的 而是舌头摆出了位置 我转头就拿着 跟我一样连肥宽的同事 一起练了这个 股腔锻炼法 三天时间 就三天 我俩的脸直接从肚肥源 变成了高级小兵脸 就看这对比 学了姐妹们 你有用 你们要是练了没用啊 我 一会大门脸 还不赶紧就你那个 正面看不到耳朵 側面看不到鼻子的姐妹 一起开学 没人堵脸 没人省钱 第一个动作 松解舌根 嘴巴张开 把舌头整片贴住上额 嘴巴一定要张得最大 充分拉伸我们的上额和下额 如果你的上额产生酸痛感 那就证明你的动作是标准的 只需要坚持20秒 第二个动作 调整大小脸 首先啊 把嘴唇收成一个O型 再把眉毛往上提 尽最大可能伸张我们的面部肌肉 减持20秒 你会感受到面部的紧绷 说明此刻里的肌肉啊 正在被分解 第三个动作 口夹肌练习 我们先把嘴巴闭紧 然后再用力地张开嘴巴 开合20下 充分地锻炼到我们脸颊的肌肉 从而消耗面部脂肪 说明啊 坐的时候一定要发出 的声音 这样才说明你做的是标准的 这三个动作是不是续简单 不管你是坐着 躺着 还是走着 啥时候都能练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 啊 这么简单 你确定不练